为什么人会老化 为什么人会生病 那就是新陈代谢的时候 他有老的观念 你看 过年了 我们又长一岁了 长一岁了 我们又老一年了 今年生的这个新生的细胞 比去年那个死亡的细胞 要来得衰老 所以你老的念头 我老了 小孩的细胞 为什么看不出 这个老化的现象 他没想到老 他没想到他长大 没提念头 所以他那个生命现象 非常洁净 非常相似 你看不出来 老年是最明显 为什么天天想到我老了 没用了 社会上人都不要我了 越想越可怜 尤其现在社会 儿女不知道养老 社会对老人不尊重 所以老人特别可怜 老人一生地付出 到晚年什么回报 想到韩兴 所以多少老人自杀了 为什么呢 生不如死 这种思想错误 生不如死 死了还是解决不了 死了可能比生更痛苦 后悔末期 这是世间 有一些同龄的人 他们知道 在外国 从催眠书里头 得到很多信息 那不是假的 一个人在催眠当中 回到过去 把过去一生 他回忆过去 从死到生 再回去 从死到生 能够回去 十几十 知道 直到现前 认识这些人 过去生中 就有某种关系 一般正常状况之下 这个催眠 说得很真实 那有大怨大恩 催眠就说不出来 一般普通的 没有大仇大恨 也没有大恩 这些 他很顺利 说得很清楚